这是一起拥有两份调查报告的空难 而这两件列为机密文件的事故报告 却似乎诉说着不同的故事 一架从台中出发 满载着各界名流的科技 起飞不久急坠毁 机上全数罹难 当年台湾民航军到底隐瞒了什么真相 1964年6月15日 第11届亚太影展在台举行 这是台湾首次举办的国际影展活动 政府非常重视 也邀请了各国名流以及代表团共享胜举 活动顺利在6月18日晚上圆满落幕 会后蒋介石总统与夫人宋美玲 亲自接见影师大横陆韵涛夫妇 也顺便商讨了日后在台投资的相关事宜 陆韵涛夫妇对中华古董很有兴趣 打算明日前往台中故宫参观 美国影星威廉赫顿随行 但零星前行政院新闻局 已通知安排了19日当天往花莲的行程 陆韵涛夫妇于是改变计划前往花莲参访 20号再回台中参观故宫 威廉赫顿因20号要返回美国 于是依照原定计划 19号独自前往台中参观故宫 也因此逃过死劫 19号的花莲行程非常顺利 6月20日早上8点整 陆韵涛夫妇搭乘民航空运公司的第一班环岛班机 从台北出发前往台中故宫参观 一同前往台中的还有许多名人 包含台湾制片厂厂长龙芳 国台电影总经理夏威涛 香港电影协会主席胡靖康 并由新闻处长吴绍税 以及行政院新闻局主任廷耀奎的陪同下前往台中 直飞这趟航班的是民航空运公司106版机 机身编号B908 这是一趟区间航班 而不是直飞航班 航线上的机场过站接停 机长是38岁的林鸿基 飞行时速11881个小时 空军官校第24期毕业 38岁的他已经在民航空运公司服务了14年 他的人生有一半都在飞行 副机长是47岁的龚慕罕 飞行时速130074个小时 空军官校第10期毕业 也已经在民航空运公司服务了16年 空服员之中 原本该执勤的周代品向公司请假 由19日刚以高分通过训练的陈青青代班 这是陈青青第一天以正式空服员的身份执勤 他显得格外兴奋 早上8点整 民航空运公司106班机 顺利从台北起飞 开始了第一趟航程 35分钟之后 航班顺利降落在台中水南机场 陆运涛等人下飞机去过公餐馆后 航班继续起飞南下 飞往台南马公高雄等地 当飞机抵达澎湖马公机场时 有两位军官从澎湖登机 分别是海军上尉曾阳 与退役军官王振义 当时澎湖每天都有直达台北的免费军机 供公务员乘坐 但曾阳与王振义 宣称客机比较舒适 坚持指定要搭乘这班民航空运公司106班机 随后航班进台南到台中 准备继续北上 下午5点22分 民航106班机降落在台中水南机场 杜云涛等人参观完台中故宫后 在台中搭上了同一班回程的班机 他已定下圆山大饭店的麒麟厅与金融厅 当晚准备宴请行政院长颜家干 以及600多月宾客 下午5点47分 民航106班机顺利从台中水南机场起飞 开始了当天最后一套航程飞往台北 大约2分钟后 航班通过高度1200英尺 机师上管制中心回报 脱离雷达接收范围 BRAF0904LVING CHANNEL See you 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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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事后民航局的说法 就在这个时候 飞机的银号发动机发生超速 这是个严重的机械故障 如果不处理还有可能导致引擎失效 所以机师立刻调转航向 准备返回台中水南机场 但事实上 此时机舱正上演这场失控的闹剧 根据后来CIA揭秘的资料 此时客舱内的两位军官 曾阳与王真义突然发难 海军尚未曾阳 掏出短枪控制住了乘客 而退役军官王真义 一脚踹开了驾驶舱门 拿枪指责两位机师 威胁机师将飞机开往厦门 快把飞机开去厦门 但两位空军官校出身的机师 多年以来被灌输着汉贼不两立的观念 宁死也不愿将飞机开往对岸 两位飞行员与王真义发生了剧烈的扭打 一时之间飞机近无人驾驶 飞机先是往西南方飞了一阵 接着又往北极飞 王真义神知如果飞机在台湾落地 等待的只有残酷的死刑 无可奈何之下 终于对两名机师开了枪 但王真义自己也不会开飞机 只能眼睁睁看着地面离自己越来越近 除了警报声与王真义的传奇声外 驾驶场内一片死寂 民航106版级 坠毁在风源弹子与神钢的交界 机上57人全速罹难 此时的台北原山大饭店里 行政院长严家干 以及各大隐形 赵雷 雷震 莫丑等600多位宾客 已陆续在麒麟厅及金融厅报到叫做 但这场盛宴的主人陆运桃 却此时没有出现 现场众人议论纷纷 却没有人知道陆运桃已因空难而身亡 等消息传来台北 现场一片哗然 憾事惊动了整个华语界 台湾民航局以及美国FAA 在媒体的舆论压力下吸手调查 调查单位将残骸送往台南调查 民航局很快公布了实施报告 报告称 1号引擎超速 机市紧急返回机场时 因为操作食物而坠毁 政府在台北市举办了 隆重又盛大的攻击仪式 数万民众陪同调炼 场面爱奇 这也是台湾民航史上 第一起空难事件 但在家所眼中 尤其是两位即时的家属 再盛大的仪式 再多的抚恤金 都不如一个真相的重要 45年之后 美国中央情报局揭灭两份机密文件 才终于将这起事故的真相公诸于世 第一份报告中 由当时位于台南的FAA调查员 详细记录并排除了各种机械故障的可能性 而在第二份报告中 则由当时负责调查的法医 揭开了事故真相 报告中表示 王正义的遗体被发现在即时身旁 伤势除了胸部以及腹部遭受重击之外 也因与驾驶舱内的鹰雾重击 导致左侧大腿骨折 当时王正义很有可能是站着 而客舱内 维俄没有系上安全带的座椅 经排查后也被确认是正阳与王正义的座位 调查员在现场 也发现了一本海军雷达手册 书中赫兰被挖出一把短枪的形状 虽然事发当时 联合报也抢前拍下了这本雷达手册 但碍于国情 政府不愿意透露军官叛逃 在政府压制下 在无意媒体敢报道事故真相 就联名航局也让镜中职守的机师背了黑锅 直到45年之后 才由CIA的两份机密文件 揭开了事故真相 还给了两位机师清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